中印人秀香港超级联赛的 揭博大战 来到11月21日 终于山山来自 我们迎来今届第一场港超联赛 由东方龙斯 向旺角场主场把揭队迎至 新星班球队进风的比赛 粉红色球衣就是作客的进风 进风开球队真的有很多进风的进攻 先站到这边 费利普萨扎角度 右脚扯上去 但角度实在太窄 接引罗俊仁直线传送 费利普萨扎角度 起脚过不了门将叶鸿辉 全场射门次数最多也会数到费利普萨 之后轮到东方黎了 王威右路位置的角球扯上来 最后劳卡斯就作到 埃华道方面就等陋了 虽然但还有劳卡斯 来一次机会都是来自劳卡斯的 右脚带有腰式的射门 接见好拍档新组传送 以为扯上去远柱位 紧紧柱面两个球位出界 之前精英杯方面 新组已经进了五球球 另外劳卡斯也进了两球球 这场赛事方面 新组频频想製造机会给劳卡斯 这次窩里抽过去 入的话就有世界球 但你不进就真的没办法 中柱弹走 一声 收音咪都真的收光了 精彩这次 橫卡右脚咬过去 还有另一次机会 刀来自新组 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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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球员就是钟晋忍犯规出十二码 结果就是新组操都得首先 一边来领先 最重要是拿了一个先开记录的入球 当时上本床28分钟 不像是否实力方面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拿第一球不过最重要 但之后发生了不愉快事件 这边就是陈浩怀 一下子是报复性的行为 结果就求红牌将他驱逐离场 踩中了对面就是左袖强何俊浩 最惨一个是报复的行为 所以很难不让王牌直接驱逐离场 之后还有一个角球 这下就入球了 又是王威富有处理 然后劳卡斯娜快来一步 走快过对面的王洛 斜插过来抢点成功 右脚为你斗射得手 占了先机 以及预测队友斩了落点方面 亦真是醒目的劳卡斯 相反王洛慢了一点点 亦负上了很沉重的代价 及后亦见到进风有次机会 一个几十架场就送上来 想着胃给王伟国 好色头锤拼了 就拼了一点点 结果上半场就是东方 不断二 领先进风就二比零先 虽然球队就十人应战 然后到考尽赛斯 这下亦输十二架 看到艾华都一路斜插下去 走位的时候 就一直被对面 挨拔着那件球衣 最初也在挨拔着 不但艾华都仍然可以去到 结果最终球阵都吹罚了 就是简奴的犯规也是合理的 十二架比赛就换人射了 换了这边 带着劳卡斯操保得手 射门仲在另一边 上场新组射门在林俊杰右手边 这边劳卡斯射左手边 结果一样也是成功入球 劳卡斯也搞定你个人梅开尔道 继续上界蝎膜战 结截5-0大炒鱼演的赛事之后 劳卡斯再次在蝎膜大致方面 也赚得尽掌 下半场 快利普萨继续有很多射门机会 但是下半场就有很多门门 有点射粗 射门的质素 也不会放预下 所以这下他对自己都相当之失望 好,再来 叫利马猜上来 王子浩扯大脚 宇主位置,中卫强 中卫强到奴门 挡到再中尾 最终都为益杀这边 就是复兵换成的阿华顿 轻松,一点就搞定你 阿华顿多一天 后备入体不久 立即有个幸运的入球 Happy 正经本5-0大炒陆进锋的时候 当时阿华顿个人年终三元 加上贡献两个助攻 即是五球包都关他事 这次后备入体也庆祝他的复出 不知又见到这边就是菲利菩萨又离了 单挑的王子浩 打算兜大位坐好腿扯进去 但效果未如理想 刘君正的球员交化先 这边也能复进去 来自简奴的助攻 这边是艾斯宾奴的球员 而曾经西甲上阵过一场那么大把的球员 胸口复进去,真是厉害 但留意这球波东方的守卫有点大意 这完全是一个这么深藏的地 但走漏了对手的高大后防球员 没错就没有事发生 继续持着灵失球先 清白之躯 今次王子浩又宰致的助攻 送到上来又是艾华顿 不厉害了,门出了封头柱位 咬妖式,一个cutback 为了给新组来一个梅开尔道 新组也不让劳卡斯尽尾 你两个,我都两个 阿华顿也是一个帮助和一个助攻 搞到对面的教头,艾斯达维也没了心 至于阶段也极力,希望可以破弹成功 难得前场拼到一个佛球 正所谓粉红色的佛球可遇不可求 这边又是费利普萨 右脚捉到好色,也是捉高了 后来东方也有一个罚球机会 谁搞的?艾华顿 当然想成为这场 第三个就是梅开尔道的球员 可惜也是扯歪了 除了艾华顿后备入体之外 其实林欣去新加盟之外 也有份后备登场 最后还有这边就是迪高 另一个后备登场的球员 特钉式投赛 但这幅度实在太大 结果彈你之后再弹高 上场精英杯一滴高 亦在后备登场有球 入之下庆祝他的复出 不结果这场赛事 最终东方龙斯都叫做轻轻松松 5比0击败了进锋 全取三分 赢得他有非常有说服力 虽然最终十分应折 但最终东方都能大炒进锋